來關心 六月份 這目的年輕率是零點六趴 主席總處分析說 主要可能是受到這個青菜 受到天氣沒有穩定的影響 所以介紹是比今年更高 而且這個馬鈴 現在是受到市場不可以 還有這個外勤的進食影響 還有這個五一隻 需求量有很多影響 所以介紹也是去的 主席總處再去公布 六月份消費者目的起訴 CPI年輕率零點六趴 雖然是今年三月份以來最多氣候 但是對其中又從小行來講 六月份因為開始是用夏天用電池率 電池錢比上個月起十四點二六趴 湯汁和四起零點八七趴 並將負擔有很重 煙油或者進口天然氣液化氣 這種如果成本上來 它勢必要 它如果成本沒有辦法吸收 它勢必要調整它的價格 受到天氣沒有問題的影響 手菜對介紹比今年完 一月份到二月份不及年輕率 其中不過氣五十六點二七趴 高麗菜四十一點七七趴 蒜頭三十九點一七趴 來也十六點九九趴 如果索菜對其他並行用品中 六月份消費者比今年同期幾二點三趴 比起四點零七趴 中油載十點二八趴 而且幾百也比今年同期起八點六趴 主席總處分證 原因應該是勤力感 一個是電載成本會納入 會轉嫁到消費者 還有第二個呢 就是前一陣子是 去年有情有感 它會有個激起 大家不敢吃 那個價格會下跌 現在有慢慢回升的一個現象 主席總處國簽隊家庭 各國的支出部份做通計 六月份的消費支出 會比一年前 同期價三百六十塊 其中十五類補分 或是貴就價八十三塊 不拜託可能跟貸貸錢 約會托政家屬企業有關係 所以歡迎大家介紹上 記者總會不得